- 大家好,歡迎收看股民當家,我是婉倫 - 我是劉 恭喜我們的3362先進光,博斷獲利12% 昨天分享的TG的驚奇隊長也狂拉7% 年前的紅包全攻略已經賺一輪了 下一檔會是誰呢? 帳班時間趕快撥打0277251500不再錯過 點擊影片下方的第一個連結 加入團隊大步向前 回到台股,加權指數上漲8點收15400點 大國人的驚奇隊長尾盤吉拉7% 先進光波段獲利有12% 重達獲利有8.6% 大盤震盪逆勢表現成長的概念股才更重要 趕快讓我們歡迎唯一實地得翻產業的分析師Lio Hello,大家好 我想台北股市今天出現了震盪整理的行情 而這個震盪整理的行情 我們可以看到成交量出現一個比較明顯的萎縮 但是成交量的萎縮代表著投資朋友還在呈現一個觀望的態度 畢竟這幾天美國股市都呈現一個比較弱勢 尤其是昨天美國股市 這個科技股下跌超過1% 那費城半導體更是大跌超過1.7% 但是今天台北股市收盤小漲8點 其實表現已經相當的不錯了 好我們來看一下 台北股市我認為這個地方比各位想像中的還要來得更強 當然昨天我們跟大家分享過了 這個大盤弱勢的時候震盪的時候 生技股出來電檔 今天的長勝繼續往上追個走高 光學股光學三雄 大力光先進光玉金光 今天表現也算相對的強勢不錯 伺服器的金居 那包含像這個仲達 就是伺服器升級換代之後 這光通訊的這個仲達 今天表現也相當不錯 那包含華星光最近的股價走勢也相當的一個強勁 好首先我們看到大盤 我們剛剛提到 大盤在昨天晚上美國股市這麼弱勢的情況之下 它有辦法開小低之後就呈現一個快速的翻紅 表現真的相當不錯 雖然成交量比較小一點點 看一下今天只有1875億 上下震盪量縮 可是這種盤 其實就是個股表現的最佳時機 所以我們看到很多股票 其實在盤面上是活蹦亂跳的 好那指數的部分 我們先前跟大家分享的 區間大箱形 突破了嘛 突破之後 開始震盪整理 雖然美中不足的是成交量 有沒有觀察到 每天都呈現一個萎縮的情況 過年前 大部分投資朋友股票都賣光了 主力大戶 這個手上的持股水位也相當的低 那先用開紅盤第一天 大漲超過這個500點以上 其實也不太敢買 那這幾天震盪整理的過程當中 量就萎縮了 我想很多人可能在等吧 還在等說能不能跌更多回來 其實我認為這盤 大概要跌 頂多就是回測區間的這個箱形的頂部而已 要回的幅度也不會太大 那什麼時候會再度往上出現一個明顯的公式呢 很簡單 觀察成交量 今天成交量是1875億 只要成交量再度回到2000億之上 那我們這個台北股市就有機會再度的去挑戰 先用開紅盤之後的那個高點 好 那很明顯嘛 個股部分 昨天跟大家分享這個長勝 我說長勝 這個地方雖然大戶的籌碼 看起來沒有明顯的增加 那升級股這種東西 其實就很吃這個 這個產業面的一些特殊訊息 一般的人是不會有這種特殊的訊息 可是我們只能從盤面上的技術分析的角度 來跟大家做一個分享 那我們看到他這個地方突破向趨勢線之後 就開始最近這幾個月出現一個橫盤整理 那我們昨天看到美食 他率先這個漲停嘛 那我們看到長勝 他在底部整理的差不多之後 蓄勢待發 結果昨天跟大家分享是漲4.6% 今天就突破了 那今天漲4.9% 那為什麼這個生技股最近突然又很強 最主要是傳聞 禮拜四行政院要討論一個再生醫療的一個法案 那長勝就做一個再生療法 聽說他的一個再生療法 完倫你知道要多少錢嗎 到底要多少錢呢 一個方案一個療程要1000萬台幣 1000萬賺翻了吧 相當的驚人 那但是你要想喔 有多少人可以花得起 付不起我付不起 1000萬來做這個療程 像現在很多在打這個幹細胞的這個療程 動輒是50萬 現在這個很行 對啊或者是100萬嘛 這個金額都非常大 所以他只是針對特定的人 但是我們現在新聞媒體就看到有這個題材嘛 所以我們最近生技股表現就非常的強勢 好當然生技股就是要看個別的這個個股 比如說有什麼新藥或是什麼題材 那當然我們看到長勝 大家看一下長勝 連續兩天成交明顯的擴大 而且突破的景限位置 投資朋友就可以觀察一下 但是最好不要去做追高 因為他的上漲是由消息面來驅動的 由消息面來驅動的 如果你想要切入生技股 那最好是等到量縮價穩的時候 再來切入會比較安全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趨勢比較明確的 那這個是大力光 大力光在這個法縮會後 這個林恩平出來講 哇這個1月不好 然後2月可能也不太好 哇這個一下子就跌破2000塊 來到1955元 可是呢後面 竟然沒有再往下跌了 完完全全就呈現一個 利空出進的狀態之下 公司都跟你說不好了 那結果萬事也跟你講不好嘛 結果他就開始往上走高了 這就非常明顯嘛 利空出進 那當然啊全年的這個第一季 肯定就是淡季嘛 第二季開始慢慢的增溫 第三季就開始準備拉火 那蘋果新星發表什麼時候 9月份嘛 就是第四季的時候 所以第一季原則上就是落底 就是落底 然後你就很明顯看到 大力光 開始緩步的呈現一個墊高 利空出進 那玉金光呢 欸 今年估計多少 大概可以賺30到35塊 股價其實也沒有再跌破前低 你看前面的低點 277.5元 都沒有再跌破啦 好 而且股價也突破了這個下降趨勢線 那本益比也在歷史的低倒 投資朋友都可以特別的留意 再來呢 這個是今天早上 這個8點09分 在Telegram跟大家分享的 我說蘋果的這個供應鏈鬆動嘛 那這個新聞標題 台印稱為贏家 那為什麼會鬆動呢 主要原因是 蘋果為了要分散供應鏈 不希望把所有供應鏈都放在 都壓在這個中國 萬一中國的這個經濟情勢 或者說政治情勢出現了緊張的狀況 類似像俄羅斯跟烏克蘭這樣子 好那當然這個供應鏈可能就發生一些危險 供貨可能就會產生一些問題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個下面這一段文字 是今天我們在這個Telegram跟大家分享 我說這個先進光成為iPad 這個新的鏡頭供應商 從下半年開始打入這個4P鏡頭 好給我小畫面 那你知道嗎 這個大力光之前是告先進光 把先進光告的這個賠錢都賠不出來 後來大力光就參加先進光的私募 成為他的合作夥伴 所以本來是冤家 那現在變什麼 變成傾家變成夥伴 所以接下來大力光的單子 後面陸陸續續 就是分一些給這個先進光 所以先進光未來的成長潛力 中長期的表現上看起來 其實會相當的不錯 我們是非常看好 那今天開盤 他就大漲超過5% 而且出現一個多方的跳空缺口 很明確嘛 那前面的高點79.5 攻上去之後又打下來 出現一個上影線 代表什麼 代表是有賣壓嘛 好那今天早上開盤 這個量還沒出來的時候 他就出現了一個多方跳空缺口 那為什麼我們特別看好這支股票 我們有買嘛 1月31號的時候 我們就請教程員進場做買進 當時才72.5 好那今天一度攻到多少 81塊 領先市場就不用追嘛 你不用因為看到今天的新聞媒體 看到今天的這個報紙 或者說看到這個其他的這個訊息 市場消息 你才去做追價動作 當然 蘋果 跟這個先進光的關係 他這個新的訂單 其實這個訊息 早在這個天風證券的郭明琦 宣布披露這個訊息之前 其實我們早就已經略有耳聞 略有耳聞 好所以我們長線 是蠻看好這家公司的 因為他本來是沒有 現在從無到有 好那當然這個市場潛力是相當的大 再來伺服器 伺服器我們先前跟大家分享過這個金居 其實表現也相當不錯 當時我們是在1月31號 新春開紅盤之後 其實投資朋友在買股票 都是來得及的 好 所以當時我們跟大家講 8358的金居嘛 當時我們叫成員買65到65.2 看一下今天一度衝高到多少 68.3 68.3吧 其實表現相當不錯 好當時我們就跟大家分享說 看好的是高均高速RG系列的 特殊銅箔出貨會大成長 好 當然整個伺服器的換代 對於金居而言 他是領導廠商嘛 所以他的市占率會大幅的提升 會直接受賄 好那外資投信 目前是韌揚的狀態 而且持股大約10% 那你看這個線型就知道嘛 完全無敗相 一路的緩步呈現一個墊高 好所以我們看到這張圖上面 上面是外資下面是投信 投信目前持股多少 11.8% 11.8% 持續不斷的在買進嘛 幾乎都沒有賣出 那外資的部分 近期有稍微小調節一兩天 但是整體而言 他的持股是10.14% 其實跟投信是差不多的 好給我想畫面 這代表說法人目前是在韌揚狀態 而且對於投信而言還有空間 因為投信他可以買到15%嘛 好所以目前看起來還是有加碼空間存在 那再來呢光通訊 伺服器換代資料中心升級 主要的受惠者 當然就是這個4977的重打 因為400G的這個光收發模組嘛 他是主要受惠者 他的四戰率會因此提升 那現在就呈現一個三角收斂的一個狀態嘛 什麼時候突破 就是他什麼時候攻擊的時候 而且你們發現最近短短的時間 他第二次的去挑戰 這個下降趨勢線的位置 那現在成交量是比較小一點點 比較小一點點 那如果他成交量突然放大之後呢 他就攻了 他就攻了 好所以重打KY 我們在過年前就佈局了 1月9號 當時多少 105 105 今天最高來到114塊 目前的本益比 你把它抓到15倍來看 這個其實都相當相當的一個便宜 相當的低估 那另外一檔光通訊 4979的滑星光 這股線也是相當活潑 他也是突破了這個下降趨勢線之後 目前他的上升趨勢線完全沒有跌破的跡象 那緩步的呈現一個墊高 成交量也比較小一點點 目前是9014張 呈現一個量縮的一個狀態 如果他成交量像之前一樣 來到3萬張 4萬張以上 哇不得了 他可能很快就突破了前波的高點 所以股票要攻擊 重點是什麼 成交量嘛 成交量如果能夠放大 就像這個柴火丟進去這個營火當中 這個火就會燒得很旺 股價就會衝得很快 好那再來最後面有跟大家分享的 這個昨天我們在Telegram 在這個LINE群組上面 都有跟大家分享兩支股票 我說接下來我們的重點 我們佈局的股票 驚奇隊長跟機不可失 這兩支股票都相當不錯 來幫我放他這畫面 驚奇隊長 為什麼叫他驚奇隊長 他真的是讓人很驚奇 新產品比舊產品的報價高10倍 那他的新產能 第一季開出來會高6倍 那今年的營收至少成長30%以上 那我們預估他的潛在報酬有50%以上 那吉不可失也是相當不錯的一檔股票 預估2022年的獲利 他去年獲利是創新高嘛 那再來新產品 他的毛利率高達50%以上 可以用在車用 那就是現在最夯的嘛 也可以用在這個第三代半導體 都是目前最夯的應用 那我們團隊的估計 他的潛在報酬率 有機會翻倍喔 好給我小畫面 隊長 很驚奇 有沒有驚奇隊長 這部電影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他今天從盤下 從盤下到尾盤拉起來 拉多少 拉7% 拉7% 所以他有聽到我們的呼喚了 所以今天直接狂拉7%上去 好所以我想好的公司 就是欠缺發線嘛 欠缺發線 那我們已經幫投資朋友 率先發線 機不可思也是一樣啊 你看這線型 哇之前一路走跌 好像很恐怖耶 但是微笑曲線 就是這樣子來的嘛 哇 前面有沒有 他現在微笑曲線 開始慢慢的往右邊拉起來了喔 下面這個地方有沒有 開始準備在做笑臉了嘛 而且你看前面的K棒 每天都是跌跌跌跌跌嘛 漲就漲了一點點 然後跌就跌很多 然後呈現一個小跌小跌小跌 盤跌 可是你們發現 慣性改變了 來各位小畫面 慣性什麼時候改變 昨天 6號 昨天 起漲第一根 起漲第一根 昨天慣性改變了 這一根慣性改變 這一根紅K棒 一根長紅吃掉前面幾根K棒 哇好難數喔 好多根嘛對不對 是 好所以這一根K棒 它就有一個關鍵性的意義 它就是轉牆 只要它不要跌破這根K棒的最低點 好 那這個地方微笑曲線 慢慢的慢慢的就會形成了喔 那我想這家公司 除了2月6號它起漲第一根以外 這家公司目前正在辦獻增 哇這樣暗示很明顯的 基不可失 基不可失啊 基沒有打錯喔 這部電影的名稱叫基不可失 是一個韓國電影 那為什麼它叫基不可失呢 因為這支股票真的也不能 也是不能錯過啊 好而且 2月10號 就是這支股票 如果你要參加它的獻增 的一個最後交易日 提供給各位投資朋友 做一個參考囉 謝謝Rio 新的一年才剛開始 請跟著我們大步向前 02-7725-1500 上班時間請打電話 或點擊影片下方的連結 加入團隊大步向前 感謝大家收看 股民當家 我們下回再會 掰掰 再次憤怒就有一檔最新的影音上架 你還在等什麼 下個不好 就是你